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是轰向墨无忌 而是幻化成了一片又一片的波纹界面 他想拦住墨无忌这只 墨无忌七戒指点出之后 别人找不到七戒指在何处 但竹音却能找到 两指道运轰在一处 漫天规则炸开 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空间漩涡 竹音张口喷出一道血剑 他的拘破纸道运彻底的碎裂 竹音眼中闪过一丝疯狂 同时还有一丝快意 就好像刚才那只对决吃亏的不是他竹音一样 果然 下一刻 那被人世间碎裂的拘破纸道运规则迅速重组起来 凝聚成了一个乌黑道运纹路 又化成了一片规则天地 这一片乌黑道运规则的纹路 即便是用眼睛看一下 也能感受到自己的魂魄不断的颤抖 很多人都知道 他的拘破纸神通很是强大 但却没有人知道 他的拘破纸并不只有一指拘天冲 还有第二指拘灵慧 之所以没人知道 是因为没人能够让他施展第二局 在施展出拘破纸的第二局之后 竹音再次抓出了沐鱼 他起了和紫昌鲁一样的心思 要将墨无忌拘进他的沐鱼世界之中 墨无忌是他在仙界见过的最厉害的强者 他更是眼禅墨无忌是如何修炼到没有元神 还有如何修炼出石海的介意 在修为低的时候 拥有元神的修饰在斗法中更具优势 可一旦修为高了 没有元神的修饰多么可怕 竹音非常清楚 拘破纸第二局 就算墨无忌再强也无法全部抵住 他最多只能挡下自己的拘破纸 不进入他的石海 事实上 他的第二指根本不需要进入石海 而是要拘走灵会 只要墨无忌的神智木染 哪怕只有一息 这一息的时间 足够将墨无忌拘进他的沐鱼世界 他肯定这短短时间 墨无忌没有任何办法躲避 和挥出新的神通 人世间溃散的瞬间 竹音的拘破纸化成了第二局灵会 而同一时间 墨无忌的七戒指同样没有彻底消散 而是化成了第二杀戒 天地 人世间不过掌控凡人 天地则已经掌控了规则 所有在这天地间的一切规则 和生灵神通 进阶成为虚幻 进阶被天地掌控 在天地出来以后 一切都在墨无忌的手中 这天地由墨无忌掌控 如果说拘破纸的第一局 还和墨无忌的人世间纠缠了的话 那这第二局 尚未撕开墨无忌的领域 已经被天地所掌控 拘破纸的规则碎片 进阶碎裂 在天地之下幻化虚无 拘破纸碎裂之后 竹鹰看见天地之后 又有一只直向他的眉心 这一只 没有和之前的神念剑一样 疯狂吸收死亡气息 但是这一只带来的死亡气息 却更加的可怕 竹鹰修炼的是断档 他的尸海和魂魄 远远超过寻常修饰 神念剑一世很强 因为他的尸海和魂魄强大 那只能让他身受重伤 而这只天地 则真切地让他看见了死亡和湮灭 在这天地之下 若不挣扎 他竹鹰必死无疑 一直到来 竹鹰头皮发炸 魂飞魄散 他拘破纸 拥有第二拘 依然是绝无仅有 他万万没想到 墨无忌这只 居然也拥有第二道杀戒 而且 比起第一道杀戒 强大太多 他心中涌起了强烈的不甘 他第一次 有了无穷无尽的后悔 他后悔的不是对墨无忌动手 而是后悔 明知墨无忌 非一般的强者 他居然还如此大意 凭什么只有他竹鹰这只 能有第二招 别人那一只 就不能有第二招呢 在锁魂狱中这么多年 他难道忘了自己 是怎么走上巅峰的吗 是惊涕惊涕再惊涕 只要他小心一些 他绝不会陨落于 这一只天地之下 论实力 他不认为自己比墨无几场 他更强大的神通 甚至都还没有施展呢 灵慧魄 给我裂 竹鹰嘶吼了一声 一道道流转着 凡复纹路的倒影气息 在瞬息间凝聚起来 这凡复的纹路 化作了一柄乌黑巨刃 巨刃从竹鹰的石海斩出 直接披在了墨无忌一纸之上 这是他以灵慧魄碎裂为代价的一展 墨无忌这一纸天地 和乌黑巨刃轰在一处 一道道撕裂灵魂的力量席卷而至 墨无忌是在也忍不住 张口也是一道血尖喷出来 他的灵魂居然在这时候萎靡不振 同一时间竹鹰也听到了石海深处传来的一声咔嚓声响 他的心头在滴血 表面上看他只是稍微吃了些亏 但事实上他太清楚自己失去了什么 为了当下墨无忌这支 他的代价是灵慧魄的碎裂 灵慧魄碎裂 对竹鹰来说可不仅仅是实力下降 居魂魄再没有第二居灵慧 这对他来说还不算最可怕 最可怕的是他的灵慧魄碎裂 也许他得再找一个和锁魂欲一样的地方 再去魔力无数万年才能重回巅峰 如果找不到的话 他这一辈子将再也无法寸进 他的大道亦将就此终结 无论如何赶紧走 必须走得远远的 实力没有恢复之前再也不要回来 墨无忌此人太可怕了 尽管精神萎靡 墨无忌的领域依然疯狂的伸展出去 同时生死轮已经为竹音准备好 他迫切的要杀掉竹音 让墨无忌震撼的是 在挡住其戒指之后 竹音居然原地碎裂 然后化成了无穷的黑色魂魄气息 这些魂魄气息 瞬间融入周围的空间之中 消失的无影无踪 哪怕墨无忌凝聚出了灵眼 也无法察觉到竹音到底逃到了什么地 莫无忌默然 他知道自己的实力还无法找出竹音 就好像如果他输了 竹音也不能找到他一样 他的封盾术可化作微风消失 而竹音的盾术 显然和魂魄有所关联 平反县门外围早已围满了人 在竹音重创顿走之后 更加一片寂静 不知道竹音的人也就算了 知道竹音那些强者 心中更是掀起了惊涛海浪 竹音有多强啊 当年灭掉的最大仙门 雷宗 大剑道和大好仙门加起来也比不上 曾有传闻 紫昌落带了十多名大先帝围攻竹音 却被竹音反杀了七八个大先帝 最后竹音身受重伤 这才被紫昌落到地抓住 就是这么一个狠人 居然打不过莫宗主 不但如此 还被莫宗主给重创 废掉了一条胳膊 对一些听过断魂人竹音的人来说 莫无忌重创竹音的难度 可比之前连杀几名大先帝困难得多 没有人知道 竹音重创的不是胳膊 比起他的灵慧婆来说 胳膊的受伤 不过是划破了一些皮而已 莫无忌对身后 仍旧有些发愣的苏子安说 子安 平凡先门 就交给你和子道 连手重建 我需要出去一趟 我请撤士我家人 你帮他安排一个安静的地方 闭关休息 说完之后 莫无忌便看向了莫清澈 清澈 遇到什么不懂的 要询问苏长老和威右护尊 子安明白 苏子安缓过身来 他压抑着心中的激动和澎湃 攻神说道 平反先门的宗主如此之强 恐怕就算是子昌罗 也绝对不敢再来啰嗦 威子道更是激动难以 别说是现在的竹音了 就算是数万年前的竹音 也可以轻松碾压他威子道 数万年了 他威子道不过是从先帝中期 进击到大先帝而已 而宗主却可轻松碾压竹音 他威子道选择留在平反先门 果然是明智之觉 是 爷爷 莫清澈赶紧说道 此次大战持续时间不长 可是给他的震撼实在太大 同时让他更加明白 自己这个爷爷有多么的厉害 那个叫做竹音的家伙 强大到深深巴掌 便拍死了上万人 但是就这么一个厉害的人物 同样被爷爷给击败了 他修炼的可是莫无忌 传授的不朽凡人诀 爷爷莫无忌能做到 他莫清澈一样可以做到 莫无忌又对周围的人抱了抱拳 各位仙界的先友 我平反先门现在需要重建 需要大量的材料资源 还请各位相助 当然所需的报酬 我平反先门 绝不拖欠一分 莫无忌的话一说出来 这些本来就是前来助权的先人 纷纷站出来表示支持 陈三更是说 莫宗主 我们本来就是助权而来 现在我们的实力根本无法助权 如今平反先门要重建 我陈三 第一个支持 对 我们支持平反先门重建 对对对 我们支持 众人均是大声说道 莫无忌再次抱权 感谢了一下后 这才对陈三说 陈三亲友 当年我从天外天过来的时候 偶然得知了陈虎的消息 传闻他遭遇了不测 不过这件事情 并没有得到证实 我也没有亲眼所见 等我下次再去天外天宇宙的时候 我必会大力寻找陈虎 陈三闻听陈虎很有可能遭遇不测 眼圈一红 他对莫无忌公身说道 莫宗主 我只求将来莫宗主前往天外天宇宙教的时候 能够带上我陈三 好 莫无忌答应了陈三这个请求 而此时 莫无忌最迫切要去的地方 就是太上天 雷宗和大好先门这些宗门 他根本就不用去也知道 这些宗门的人恐怕早就散了 对雷宗和大好先门 他最想杀的人是雷古云和金玉生 这两个人已经扶诸 那这两个宗门散去 他也不会在意 而对紫昌洛此人 莫无忌是一刻都不想放过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